千里迢迢来杭州 半位西湖半位愁 来杭州逛完了西湖去哪里 跟水星去潮有格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 很多榜单把丝绸博物馆评为了 杭州人气博物馆第一名 重点是免费参观哦 和西湖相距不远 闹钟取静 兼具文艺和浪漫的气质 听听讲解袁小姐姐讲镇馆之宝的故事 看看工作人员现场修复文物 感受东方和西方文化的魅力 还能欣赏建筑之美 江南园林小桥流水 和白天鹅来场浪漫的邂逅 悠闲午后 在小枫书屋喝咖啡 和三五好友小聚 或者享受宁静的独处时光 四周博物馆还会定区举办盛大的汉服节 票秒空 记得关注资讯哦 登上网红楼梯 咱先去看点有意思的 啥 博物馆竟然展览一观禽兽 走 快跟我一起看看 这个词原本啊 可绝对是身份的象征 明代开始 这官员的服饰上 文官绣着飞禽 武官绣着走兽 这是一件绣着炼雀的官服 大家猜猜这是极品 哈哈九品之末官啊 但是等到了这明朝末年啊 政治腐败 文官武将开始无恶不作 老百姓真是憎恨这些 外表光鲜 却如同禽兽的官员 从此 这个词彻底变成了贬义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丝绸博物馆 你可以看到上千件的丝绸作品 包括了清朝同治地的龙袍 根据小说仿制的 贾宝玉的孔雀球等 在博物馆里 你会接触到各种丝绸的百科知识 比如说蔡伦的造纸术是对丝绵纸的改良 丝绸在随唐时竟然也是法定货币 35匹丝帛能换一匹马 除了中国的丝绸制品 你还能看到法国李昂百年前的世界第一套丝绸教科书 以及童话中的梦幻一出 走跟水星一起去看看镇馆之宝 一块布片是如何揭开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 被称为东方旁卫的神秘西域国度 一夜之间被掩埋在黄沙之下 连国王夫妇都是身中树叨 或者被残忍勒死 荆绝国是史记中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虽然人口只有三千多 但是位于丝绸之路要塞 除此之言片语外 历史上竟然再无记载 直到四百年后 唐玄藏取经途经此地 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至此荆绝国彻底消失在历史中 直到一九九五年 这里出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文物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博 金爵古城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 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是秀在金爵国国王护肘上的一句话 意思是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 在东方连成一条线的时候 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吉祥天象 最惊人的巧合是 这个天原现象上次出现是在一九二一年 也就是一百年前 朋友们知道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吗 虽然当时中国指的是中原地区 但五星中国东方这几个词连在一起 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 锦护博收藏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 但是这种织绣类的文物保存条件十分苛刻 轻易是不会拿出来展览的 想要亲眼见到它 不妨来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 它不仅带着吉祥预言 还是汉朝之物的巅峰之作 丝绸博物馆用了三年时间把它复制了出来 但绝不是模仿图案这么简单 而是用汉基织汉井 先根据四川老关山汉墓出土的汉代提花机 复原出制造机器 再用汉代鼠井的特有工艺 将五种颜色的一万多根丝线排列组合 织出精致的图案和文字 五万平米五大展区 文物背后还有太多神秘的历史和精彩的故事 希望有一天您也来这里 体现发现历史的惊喜感 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联合发起的 预见博物馆真文活动开始啦 水星也受邀参与 如果你对某一个文物记忆深刻 如果你对某一段历史如数家珍 欢迎你来和我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百万流量 万元好礼等你拿 搜索预见博物馆就可以参与了 活动期间也请你为我的视频点赞哦